Hello大家好,我是英国律师小助手周喜 今天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同学们讲一下 在英国境内行李托运的费用问题 英国境内行李托运收费的基本计费单位 主要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行李的重量 很多航空公司将每个旅客能够免费托运的行李重量 限定在20到30千克之间 第二就是行李的尺寸 过大的行李将无法顺利放到货舱中 因此航空公司通常规定了旅客托运的行李尺寸大小 其次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每一件行李都需要额外的操作 因此旅客应尽量避免多余的行李数量 同时节假日也是影响英国境内托运收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旅客在计划行程的时候 避免在节假日期间出行 以免额外花费了不必要的托运费用 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